刚才我说了 我们相声就像一个大家庭 现在有人问我分为主流和非主流 我不知道谁分的 是怎么划定的 这个界限在哪 不知道 因为我从小学艺 我记得他们一口同声的说 孩子 要想说好相声 一定要争作一流的演员 所以我就记得 我们这行内有一流 这主流非主流谁划的 另外这个语言逻辑上 也不通顺的 我们介绍某一个演员 说这是国家一级演员 邹德江 大家一听就明白了 我们介绍 这位是国家非主流演员 这不像人画呀 这种划分真的 妨碍了我们相声艺术的发展 因为我为什么 这么借这个机会感慨地 说这么一段话 希望你们不要把这话剪掉 一定要播出 这对我对我们从业者 我想都是一种鞭策和鼓励和警惧 好 我觉得这段话 其实不光是说给我们的观众 对我们的演员 其实也一个非常好的启发